这十字,昆虫选美大赛 森林里要举办一场昆虫选美大赛 小昆虫们都很兴奋,纷纷报名参加比赛 比赛当天 大家好,我是这次大赛的评委,狮子 各位观众好,我是评委,狼 我是评委,狐狸 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我是蝴蝶,别看我小时候只是一条不起眼的毛毛虫 现在的我可是蜕变成为美丽的蝴蝶啦 蝴蝶 蝴蝶 请评委亮分 现在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我是蜜蜂 我虽然没有像蝴蝶一样的美丽翅膀 但是我的心灵更美 我每天勤劳的工作为大家酿造甜甜的蜂蜜 蜜蜂 评委亮分 掌声欢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 我们是蚂蚁 虽然我们长得瘦瘦小小 看上去不好看 但是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可以举起比我们身体大很多倍的东西 蚂蚁 蚂蚁的得分是 选手们的得分居然都一样 请安静 现在由我来宣布 这次昆虫选美大赛的结果 蝴蝶 蜜蜂和蚂蚁 在这次的比赛中并列第一 蝴蝶给大家带来了美丽 蜜蜂表现出勤劳的美德 蚂蚁展现了团结的力量 它们都是最美丽的昆虫 蝴蝶 狮狮 狮 它们都是野兽 所以是反犬旁 蝴蝶 蚂蚁 蜜蜂 它们都是昆虫 所以是虫子旁 我回来了 大人进来吧 你好 蝶蝠爸爸 好 我们来玩游戏吧 好啊好啊 等一等 你们应该先去洗手 等一会再去吧 我们先去玩吧 怎么了 琪琪 窗外好像有人 还在飞来飞去的 大家好 我是大名鼎鼎的绿衣侦探 我正在追捕引发感冒的犯人 您是说让我们生病的感冒吗 对 正是 可惜的是犯人在这儿不见了 有动静 让我来看一看 看这儿 难道他就在乔虎的身体里 对 果然在 这就是引发感冒的感冒病毒 感冒病毒 因为病毒非常小 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可是他们通过我们的口和鼻子进入身体 然后引发感冒 原来是这样子 大家看看这儿 好多好多感冒病毒 在我们的周围有无数个感冒病毒 这样的话我们不是每天都要感冒了吗 绿衣侦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你们从外面回家后是不是记住洗手和漱口呢 我们忘了 用带有病毒的手去触摸鼻子和嘴的话病毒就会侵入到身体里去 所以千万要记住洗手也不要忘记漱口 因为漱口可以把嘴里的病毒赶出去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 赶走感冒病毒 赶走感冒病毒 请勾 我让你再来要舒舒服 把水喊在嘴里 咕咕咕咕咕咕咕 开起头来 咕咕咕咕咕咕 用水好好舒舒服 我猫病毒赶走了 让我完成了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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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 等一下 到奇奇家可以一起玩 太好了 奇奇 我们来了 欢迎你们来 奇奇奶奶好 欢迎来玩 奶奶 小心 我来扶你吧 好 奇奇真懂事 奇奇奶奶的手受伤了 所以奶奶最近都会住在我们家里 我要好好照顾奶奶 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我会体贴关心他 付出关怀最贴心 我是爱心小天使 嗯 奇奇懂得关心别人 真厉害 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咯 嘿嘿 嘿嘿嘿嘿 来来来来 奇奇啊 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奶奶 你的手不方便 我拿就好了 谢谢奇奇奶奶 奇奇奶奶 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你们都好乖啊 我回来了 妈妈 你怎么了 哦 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 不小心伤到了手 哦 哦 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我会体贴关心他 付出关怀最贴心 我是爱心小天使 妈妈 我帮你拿书 嗯 巧虎真懂事 谢谢巧虎 嘿嘿嘿 自然观察站 有大剪刀的敲行虫 哦 你们快来看 我发现一只长相好特别的敲行虫耶 真的耶 你们好 我是敲行虫 哇 你的头上怎么有个大剪刀呢 嘿嘿 这是我们的大鳄 我们的大鳄可以夹破树皮 方便我们吸树干的枝叶哦 嗯 你们的头上还有像刷毛一样的东西耶 嘿嘿 对呀 这个是我们用来吸食食物的口气 它可以将水果和树木的枝叶刷进来 方便吸食哦 咦 你头的两边有东西一直动来动去耶 哦 这是触角 它的功能就像你们的鼻子一样 可以帮助我们闻气味 找到食物哦 哇 你好厉害哦 上下爬也不会掉下来 因为我们脚的尾端像钩子一样尖尖细细的可以勾在树干上 哦 所以敲行虫即使倒着爬树也不会掉下来 咦 咦 奇怪 为什么这只敲行虫的大鳄小小的呢 哎哟 不要一直看我啦 我可是个女生耶 敲行虫小姐 为什么你的大鳄这么小呢 哦 哦 我的大鳄长得又短又小 才方便挖洞铲卵呀 哦 是这样啊 咦 为什么树干里有一堆木屑啊 那是因为我要铲卵 我会先在枯掉的树木挖出一个洞 胶卵铲在洞里 再用木屑把洞口填满 哦 原来敲行虫的卵是藏在枯木里啊 我的敲行虫宝宝孔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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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你们看,泳的颜色开始变化时,就表示翘形虫要羽化咯 羽化成虫的翘形虫,翘翅会慢慢伸展出来 翘形虫变成咖啡色了,它要准备出来了吗 还不行哦,我们会静静待在洞里,等到夏天来临,才会出来活动哟 翘形虫,拜拜 拜拜 来学猪鹰咯 拼鹰森林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拼鹰森林了 太好了 我们快进去找宝藏了 猪鹰森林 猪鹰森林 树上有好多苹果 你们好 我是俏皮女巫 欢迎来到拼音森林 哦 俏皮女巫 你可以帮助我们走正确的路 找到宝藏吗 好啊 你们先仔细看 这两颗苹果上有注音符号 啵和啊 只要把啵和啊拼在一起 就可以找到正确的路 啵和啊 要怎么拼呢 来 我来教你们 啵和啊拼 啵啊 啵啊 啵 巴 巴勒的巴 哇 变句巴勒 好厉害 你们就沿着这条路走吧 太好了 谢谢 这是什么声音啊 好像在这里耶 哦 是炸弹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来帮助你们吧 只要拼出炸弹上的注音 炸弹就会自动解除了 炸弹上有注音符号 啵和啊 你要怎么拼呢 来 我来教你们 啵和啊拼 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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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我知道了 是沙发的发 太好了 照看解除了 耶 谢谢 谢谢注意女巫 嘿嘿嘿嘿嘿嘿嘿 又一条路出现了 我们快走 嗯 哇 是藏扑箱 乌鸟 奇怪 怎么都打不开呢 我来帮你们吧 藏宝箱上是注音符号 乌汉阿 乌汉阿拼 乌阿 乌阿 蛙 青蛙的蛙 藏宝箱打开了 恭喜你们答对了 宝藏是属于你们的 谢谢太太妈妈 看到了 文字好好玩 这是什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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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想 这是什么车 这是什么车 这是风车 这是什么车 这是什么车 这是摩托车 这是什么车 这是什么车 这是小汽车 这是什么车 这是什么车 这是金车 这是什么车 这是什么车 这是小汽车 这是什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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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云体车 风车 摩托车 小汽车 警车 警车 救护车 云梯车 哇 有好多好吃的饼干 饼干 饼干动起来了 要排成什么东西 要排成什么东西呢 哇 是汽车 对 是什么车 数学动动脑 立体形战国舞会 欢迎各国王子来参加舞会 表演最精彩的 可以获得和公主跳舞的机会 精彩的表演要开始了 第一位表演者是 正方体王子 我是正方体 方方正正的外形 国术方块和节目 都是正方体 下一位出场的是 长方体王子 我是 我是长方体 长长方方最帅气 饼干和 铅笔和 都是长方体 下一位即将出场 请大家鼓掌欢迎 球体王子 你 五位 四位 铅笔和 utility 十方体 四位 滑月 五位 门 鹅 爹 三位 六位 Please 三位 是球蹄 谢谢球蹄王子带来的表演 紧接着上场的是 圆柱蹄王子 我是 我是圆柱蹄 能滚能占最有趣 鼻筒 罐头 都是圆柱蹄 圆柱蹄王子的表演好精彩哦 最后一位表演的是 三角柱蹄王子 我是 我是三角柱蹄 两边都有三角形 三明治 巧克力 都是三角柱蹄 圆柱蹄王子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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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柱蹄王子 快上去吧 电板上的橡皮擦很快就滑下来 后置板上的橡皮擦慢慢的滑下来 好棒 习惯 习惯 好棒 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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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皮擦从不一样的板子上滑下来 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好有趣啊 Ham 可是 摩擦力比较大 所以橡皮擦比较不容易滑下去 后面做的板子摩擦力更大 就像有很多小手一样阻挡橡皮擦 所以橡皮擦会停在上面 没办法滑下来 还有啊 到游泳池玩滑水道的时候 如果滑水道干干的没有水 就不容易滑下来 加了水可以减少摩擦力 就可以很快地滑下去了 哦 原来这就是摩擦力 真有趣 小朋友 你也试着找找看 生活中的摩擦力吧 来说ABC Where are you going? 好了 B 你们要去哪里啊? 我正要去超级戏场 我正要去公园 那 乔虎 你要去哪里呢? 我正要去动物园 你们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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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are you going? 你说什么? Where are you going? 就是你正要去哪里 只要你用英语说出 你正要去哪里 我就可以带你到那里去哦 真的吗? 好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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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要去超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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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哇 超级市场到了 我正要去超级市场 一起唱歌 学英语吧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 am going to the zoo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 am going to the park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 am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 am going home I am going home I am going home 哇 是一件衣服耶 哈哈哈哈 社会大发现 马桶是怎么做出来的 肚子不舒服 好想上厕所 好舒服哦 你是谁 我是马桶精灵 马桶的发明 对大家来说 是很方便的设计哦 对呀 可是马桶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想知道马桶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哦 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就知道咯 耶 这里有好多土哦 这些就是用来做马桶的原料哦 做马桶之前 要将这些原料土 倒进大滚桶内 加水搅拌 搅拌过后的原料土 再倒入筛网 波滤掉较粗的颗粒和杂质 变成细细的泥浆 有这些泥浆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马桶了呢 还不行哦 要做马桶之前 需要先制作生产模 来帮助马桶成型 原来要有生产模 才能开始做马桶啊 生产模做好了 再把刚才的泥浆 慢慢的倒入生产模里 等生产模里的泥浆干了 就可以把里面的马桶底座拿出来 嗯 奇怪 它看起来不像马桶耶 嘿嘿嘿嘿 这只是马桶的一部分啦 等到马桶上面的部分也好了 再把它们结合 这个动作就叫做接胚 咦 看得出是马桶的样子了 咦 现在又在做什么呢 它正在将底部挖洞 馬桶底部有洞 才能冲走脏东西啊 挖完洞后 工人会把马桶表面刷一刷 涂出来的地方会磨平 凹下去的地方就用土补起来 完成之后 就会把马桶放在架子上 让马桶慢慢晾干 咦 这个伯伯为什么要拿灯照马桶啊 这位伯伯正在验呸 检查马桶结合的地方有没有缝隙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咦 现在又在马桶上喷什么东西呢 这是上用 这是上用 在马桶上喷用 这样马桶就会变成白色的 哇 这里好热哦 这里是窑 马桶经过高温烧成 表面就会变得亮晶晶 而且形状也可以固定下来 马桶烧好了 好棒哦 这些坐好的马桶 这些坐好的马桶 等开货车的叔叔来 就能送上货车咯 数学动动脑 立体形状国舞会 欢迎各国王子来参加舞会 表演最精彩的 可以获得和公主跳舞的机会 精彩的表演要开始了 第一位表演者是 正方体王子